天高海阔 张修杰 我们之前凡是讲到美中关系 修杰都有一个观点 美中关系这种对立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一件事情 绝不是一件事两件事可以解决的 特别现在在目前国际局势的变化之下 美中之间的对立只会更加尖锐更加激烈 那么为什么现在忽然引起了大家的议论说 美国可能会改变对中国的进口关税政策呢 这是因为之前我们讲过的美国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辛格 在一个公开场合里面说 他说为了降低通货膨胀 美国考虑降低中国的关税 其实像自行车 衣服这类产品 为什么要增加高关税呢 我们只需要在一些高科技产品 一些敏感技术上增加对中国的限制就可以了 不需要在自行车这类普通的生活用品上面 增加对中国的关税 如果说国家安全副顾问辛格 他的讲话并没有分量的话 那么接下来美国的财政部部长耶伦 在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 那么他也讲到这个观点 耶伦在22号接受彭博电视访问的时候 他说我们一直都在审慎的检视对中国的贸易政策 那么主持人就问他 他是否现在可以解除前总统川普 对中国货品增加的关税呢 耶伦是这样回答 他说这个值得考虑 我们当然要尽所有的能力来对付通膨 如此渴望有一些想要达到的效果 我们正在研究这一类的做法 他说行政团队一直都想尽办法协助降低美国的物价 例如拜登总统已经下令释出部分战略是有储备 所以耶伦在讲到降低中国关税的时候 他其实回答的问题的根本要点是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 所以如果我们问是不是美中关系 因为这个降低关税可以有所改善的话 我们先来看耶伦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他讲的问题核心是什么 作为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 他回答问题的核心并不是美中关系 他回答的核心是我们如何能够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 我们知道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在不断的升高 最新的数据三月份美国的通胀指数达到了8.5 在四月份这个通胀指数还会不会上升呢 很多人都感到悲观 所以耶伦回答问题的时候重点是 我们这一届政府如何降低通货膨胀 所以这个问题跟美中关系可以说没有任何联系 那么既然耶伦说降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关税 有助于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 马上就有专业机构来替他做一个有利的证明 有个叫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机构 发表了一个研究说 如果现在全面取消川普时代对中国货品增加的关税 那么对美国的通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它会降低美国通货膨胀率1.3个百分点 我们来看如果降低1.3个百分点 我们就以三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的百分比8.5来说 那么美国的通胀指数就应该是在7.2 那么为什么国家安全副顾问辛格跟财长耶伦 都同时讲到了降低中国货品的关税呢 刚才我们说了 其实它的重点是要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 因为通货膨胀 现在对于民主党在今年中期选举当中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关于这个中期选举 共和党人会获胜 虽然在这一点上 共和党人尽量保持一个低调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共和党人脸上都写着胜券债务这种表情 特别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的领袖麦卡锡 多次讲过 说在2022年中期选举 共和党获得大胜是一个可预期的事情 现在就连民主党人本身也对2022年的这个选举的悲观呢 也毫不掩饰了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拜登政府能够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的话 最起码可以让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当中少输一点 甚至是保持国会两院当中其中一个院的多数席位 民主党人还是有幻想 所以说拜登政府的官员现在讲的 要降低中国货品的关税 为的并不是美中关系 而是为他们的中期选举 那么即使是民主党为了在中期选举当中 能够保持他们的多数议席 或者是让他们少输一点 那么降低中国关税这个政策能不能实行呢 会不会给美国的通货膨胀 甚至给民主党的中期选举的选行 带来一定的影响呢 如果我们要问美国会不会取消中国货品的关税啊 我们先来看这个美国国家安全副顾问辛格 跟彼得森研究所的所说的这个研究结论啊 是有很大差别的 辛格说的是 为什么我们要对中国的自行车 跟这个衣服增加关税呢 这些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意思说 并不能影响我们跟中国的竞争 那么所以按照辛格的说法 我们对这些民生产品呢 进行这个减税 可以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 但是彼得森所说的是 像自行车啊 衣服啊 这类产品可以降低关税 但是问题是辛格所说的这些产品 在很大程度上会减少美国人对通货膨胀 痛苦指数的感觉吗 现在美国的通货膨胀 民众感觉最深的就是食品物价 还有能源物价 所以这跟自行车啊 衣服啊 这样的产品 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 比如说今天你买个自行车 它的物价有所下降 你会感觉到生活痛苦指数下降吗 肯定不会 因为你每天面对的油价 面对的食品价格 在不断的上升 这个价格跟你过去的生活水平相比 有了非常大的一个上升的幅度 这样才是你对通货膨胀 有认知的一个要点 而不是某一部单车 或者某一件衣服 你买的时候 这个价格有所下降 所以你就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小了 所以辛格所说的 像自行车这类的产品 并不能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 今天我们说 美国对中国货品所增加的关税啊 只有一些大宗商品才会对这个通货膨胀指数 有非常大的影响 比如说钢铁啊 铝制品啊 太阳能啊 这些一般的衣服 像自行车这种日常生活用品 其实在中国进口到美国的这个货品当中啊 它并不占一个非常大的比例 或者非常大的金额 所以如果按照辛格这个说法 我们预期 真是对自行车衣服这些中国货品 降低关税的话 会给美国通货膨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刚说了 如果按照这个比特森研究所的说法 全面降中国的关税 会降低美国的通胀指数1.3% 我们且不说比特森这个研究所的这个数据可不可靠 我们就算这个数据是真实可靠的 那么对比一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像辛格所说的 降低自行车衣服这类产品的关税 可能会对美国通胀所造成的影响 肯定不会有1.3% 比如说会0.3 比如说0.5 那么如果0.3 0.5的话 美国民众看待美国通货膨胀指数 会有一个通胀下降的感觉吗 我个人觉得如果美国目前通胀指数下降 0.5个百分点的话 民众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因为现在毕竟我们的通胀上升指数达到8.5 所以降个0.5的百分点 其实跟这个2月份1月份通胀上升的指数是一样的 并不会给通货膨胀带来明显的下降 如果辛格所说的 降低部分中国的产品 不会对美国的通胀带来一个明显的影响的话 拜登政府有没有可能全面把中国的关税都减免下来 回到川普政府以前的水平呢 首先我们说 耶伦是美国的财政部长 而辛格是国家安全副顾问 这两个人在美国政府官员当中 都不是主管税务政策的 所以换句话来说 他们两个说了这些言论 其实都说了不算 其实对华关税政策是由美国政府制定的 制定这个关税政策 受到两个官员的影响的因素非常大 这两个人 一个是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美国白宫的贸易办公室主任 过去在川普年代 这两个人分别是库德洛跟纳瓦罗 这两个人呢 是提高中国货品进口到美国关税的主要操盘手 那么现在拜登政府里面 这两个职位是由谁担任呢 现在拜登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叫迪斯 迪斯这个人呢 相当低调 他跟过去川普政府的库德洛两个人相比啊 可以说两个人在这个媒体的能见度 有这个非常大的落差 库德洛经常在媒体面前讲美国的经济发展啊 讲美中的这个经贸关系啊 但是呢 这个迪斯啊 很少跟媒体见面 也很少对这个美中的经贸关系 发表他的评论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白宫的贸易办公室主任戴琪 戴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 他是一个华裔的美国官员 那么戴琪在这个白宫担任贸易办公室的顾问呢 戴琪一上任的时候啊 戴琪的这个言论是比较鸽派的 比如说要重新审视川普政府增加的中国货品的关税啊 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要考虑减免这些关税啊 开始戴琪的这个言论啊 相当的隔派 但是后来不一样了 什么审视一下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执行的情况啊 看看中国在贸易方面对美国有什么不公平的做法 到最近戴琪直接指责中国并没有完成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那么并且呢 美国会采取报复措施 所以我们看戴琪在美中贸易方面 在中国货品关税方面 态度越来越强硬 那么而现在拜登政府的官员当中 在讲到美中贸易关税的时候啊 戴琪并没有发表他的看法 如果戴琪没有发表他降低中国关税看法的话 说明这个降低中国关税啊 其实并不在美国政府的计划当中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一节我们说美国的财长耶伦 还有国家安全副顾新格说 降低中国货品输入到美国的关税 可以降低美国的通胀 美国政府真是有这样计划吗 我们上一节说了 这两位官员呢 其实在美国政府内部都不主管关税 他们所回答的问题 讲的重点是如何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 那么在美国白宫 谁来主管这个关税政策呢 他是美国的白宫贸易顾问戴琪 戴琪在刚刚上任的时候 他对华的这个税务政策 言论还比较温和 但是后来呢态度越来越强硬 那么休杰在节目里面也讲过 其实拜登也好 拜登政府的官员也好 对华政策的强硬啊 我们并不能说他完全超了川普的政策 其实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政策 是美国跟中国在国际上竞争 甚至是对立所造成的一种局面 所以这不是哪个官员可以改变的 比如说戴琪 戴琪前不久还检讨了 美中贸易第一阶段的协定 然后戴琪严厉批评中国 并没有完全执行这个贸易协定 还说美国政府准备采取一些报复的措施 戴琪虽然没有说具体有什么报复计划 但是我们知道 在美国贸易官员不断指责中国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很难说会降低中国货品的关税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大概一个月前有新闻说 戴琪降了一些中国货品的关税 其实那个新闻休节有跟大家分享过 那个并不是降低了中国货品的关税 而是在川普当年对中国货品增加关税的时候 有一些美国的商人可以向联邦政府提出豁免 那么当时有3000多个产品是豁免的 后来当这些豁免期到期之后 政府就会再审视一遍 那么有些产品可以继续获得豁免 有些就终止了它的豁免权 其实戴琪当时宣布的是 保留了大概几百家中国的货品进口到美国 可以不受川普关税的影响 这个跟川普当年的3000多家的公司相比 已经大大减少了 剩下大概只有10%左右 所以说戴琪对华的贸易政策 跟川普年代相比 只有越来越紧 而没有越来越松 而现在戴琪对降低中国货品的关税 不说话的话 这就代表美国政府并没有 现在降低中国货品关税的计划 其实如果我们要判断 拜登政府是不是准备降低中国的关税 我们先要搞清楚 当初川普政府为什么要增加中国货品的关税 表面上看川普政府说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贸易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 但是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 根本的原因是美中两国的竞争所导致的 中国为什么可以跟美国叫板 我们知道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 无论是他国内的媒体大外宣都有这样种声音 中国早晚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其实这种言论对于中国的外交关系来说 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好处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 特别是加入WTO之后 中国的经济有非常迅猛的发展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讲到综合国力 讲到人均的GDP水平 中国跟美国还是有相当大的落差 而在有相当大落差的情况下 因为中国的总体的经济总量增加了 已经成为最接近美国的世界第二强了 在这个时候 中国认为自己在指日可待可以超越美国 这对中国来说 其实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正是因为中国这些言论 导致了美国重新审视美中关系 如果中国真是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而这两个国家意识形态又是对立的 这是美国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中国经济为什么可以跟美国叫板呢 其实很简单 这是因为中国加入WTO之后 中国成了世界工厂 这个成为世界工厂 除了有加入WTO的作用之外 还有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所致 那么所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让中国掌握了这个巨大的制造业的能力 我们知道制造业 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 其实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之下 本来西方国家有个如意算盘 把简单的制造业推向发展中国家 自己只做一些高科技的产品 但是这种情况真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这个现状之下 好像还可以说得过去 但是国与国之间一旦产生这个对立 或者产生矛盾的时候 这就令到全球一体化当中的生产供应链 将会出现影响 当美国发现中国有取代 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取代美国影响力这个野心的时候 美国就必须要改变他的对华政策 这才是川普年代 为什么美中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原因 当然我们也讲过根据川普年代的国家安全顾问 麦克马斯特的那本回忆录 川普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中国的领导人很明显的 向川普的代表团的成员展现了他们这个野心 展现了他们对实现超越美国的信心 这就令到川普以及他的阁僚们 要重新审视美中关系 那么美国如果不想中国超越自己 可以怎么做呢 打击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 成了美国政府的一个选项 这就是后来川普增加中国产品关税的根本原因 这里边我们还要问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川普当年增加了中国货品输出到美国的关税 是引致美国今天通货膨胀的原因吗 很明显不是 你回顾一下川普加关税的时间表 以及美国出现通货膨胀的时间表 增加中国货品进口到美国的关税 并没有马上的引起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川普政府执政四年 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利息政策一直都是希望 美国的通胀水平能够达到2% 而这个2%一直没有达到 所以当时川普增加中国货品的关税 没有马上引致了通货膨胀 今天美国所面临的通货膨胀 客观的说原因有很多 这个除了加关税的原因 以及这个疫情的原因 拜登政府的这个庞大开支 其实才是造成通货膨胀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今天如果说美国跟中国在外交上 在国际战略上已经产生了全面对抗的话 美国政府会为了降低0.5%的通货膨胀 来减免中国一些货品的关税吗 会为了降低1.3%的通货膨胀 全面把中国的关税恢复到川普政府以前吗 我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拜登政府现在一方面要降低通货膨胀 让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可以尽量输得少一点 甚至不输 但是另外一方面降低中国产品的关税 可以令到中国在疫情之下经济又得到一个发展的机会 我们知道现在疫情正在影响中国 特别是影响中国的经济重镇上海 美国看到中国疫情影响之下上海的状况 美国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就是中国的经济将会受到再一次的打击 其实之前我们讲过俄乌战争 为什么美国一直指责中国有可能援助俄罗斯 这是美国为了把中国跟俄罗斯一起制裁 再找一个借口 如果美国一旦找到这个借口 找到所谓证据的话 美国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制裁中国 无论是制裁中国 还是看到中国在疫情下受打击 美国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转移生产供应链 转移生产供应链 可以令到中国的制造业大大受到伤害 那么令到中国未来在经济上 没有能力跟美国争这个世界第一这个地位 这才是美国的整体战略 在这个整体战略之下 0.5% 1.3%的通货膨胀下降率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呢 我想美国政府一定认为让中国的制造业外流 这才是美国最根本的利益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美国政府有些官员在谈论 降低中国货品的关税 其实目的就是向美国人民表态 证明拜登政府在降低通货膨胀这个事情上 是确实做了很多事情 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希望能够平息一点民怨 让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当中尽量少受一些负面影响 但是本质上他们没有降低中国货品关税的计划 即使有的话呢 也是一个非常小规模的 针对某一些产品的豁免计划 其实我们也说过了 这个豁免计划本来就有 这个豁免计划的来源是首先美国的商家要申请 然后联邦政府批准 所以如果真是降低关税的话 它的形式也只是某些美国的进出口商 就某一些产品向美国联邦政府提出申请 申请豁免 那么大不了美国政府从现在的300多家 这个商家受到豁免 可能扩展到500家600家 如此而已 对整体关税来说 我个人并不认为美国政府 有大面积降低中国货品关税 这样的计划 好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